提到周瑜,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是寄生如,何生亮,將周瑜和諸葛亮放在一起比較 吉周瑜鐵上下派小器,執言都能,王恩賦義,等標籤,這些印象,都怪三國演義所在 其實歷史上的周瑜堪聲三國第一原因 唯一的缺點就是短壽,正史上周瑜姓道灰國,實其才也,孫權聲讚周瑜有王座之姬 化成大瑜之為,世間豪傑英雄四,江左風流理丈夫,周瑜有材料細,有材料後有品有得 妥妥的大人主人實,可惜不遮怎可得罪了,比他少一千多歲的羅冠中 遭到惡搞,人生生舊了幾頂瓜符品德的募者,將其光黃掩蓋,三國靈障更多 精通向上管理制度者也不少,可視像周瑜這樣跟著公戶無差的 相互信賴,世代交好,卻得像一家人的 那就少遮小了,周瑜的向上管理之道,完美的喘息了向上管理五位佛 定位,到位,保位,站位和換位,一定位三國時期,人不把有材竿 這位有位的男子稱為郎,所以江東百姓美稱周圍為 周郎,周瑜是高高子弟,出身於高官靈門 當初如孫家相較,家中情況就比孫家好,一般來月,某有出眾 出身顯貴人也會有嬌精的情況,可周瑜卻不嬌不做,無論自己入了多大戰功 刀者中以神禮奪者,毫不得公正傲,定位準度使得周瑜 深授嘴上信賴,這一點同時代的追割量做得也不著 而楊修的定位就有點下遮了,有干預入取遮嚴 終死於頂頭上遮掃遮掃遮手 而到位周瑜與孫賊相識於十六歲,因借罪相投,一見如固結為借交好友 年後,二十一歲的孫賊大著兵之餘,奇數十匹,要打回江東去,開葬自己的基業 以寮寮千餘人馬,要佔江東的一塊地盤,這時狠運,前程雅督,卡給小夥貝周瑜寫了一封信告者寫死 短小一個月的周瑜收到信,二話不絕,馬上求掃資金,招兵馬馬,救這船子,正有孫賊的到來 孫賊一到,周瑜就送給了大江一個大禮包,好好當當四五千人馬 孫賊十分喜悅,悅,不得興,是呀,周瑜這下叔兼兄弟做得救到偉大 三保衛上四能力強時跟著幹,上四能力藥時幫著幹,上四日的時後 未保其短板,發揮所掌,及時保衛,這是周瑜常道的事情 而且周瑜保衛時非常著意分上,從北月位,早年孫賊兵小勢博 周瑜揭著所能招兵馬馬,全力支持,做粗律兵來發誓,宣權經據,視智視剛難以決定 朝中大臣主角呼聲很大,謝時,周瑜迅速保衛,分色利帝 為其歡心,升兵遇敵,為軍分憂,最終以火燒石的大大贖兵 指戰之後,宣權,劉備各自奪去荊州的一部分 殿了三國頂立的基礎,四站位無論局勢如何動盪,周瑜的站位 都視狠堅定地跟宣家罩在一起,忠貞不義,早年,權勢的原術心無周瑜的材竿 欲拼周瑜遺漲,周瑜不為所動,撤罰頭斌宣賊,生死上垂,盡生輔助,及謝東元兩百年 26歲的小霸王宣賊愈寨,19歲的二弟宣權鬆鬆惶惶接鳥斑 宣賊高高統一,江東,滅有多久,地方士人及賓女記與這事盈存已深,一時略憂患患,局勢動盪,朝堂者上禮臣門對現輕的宣權多有不敬 此時,周瑜走出禮,作為表律,以君臣謝禮公公應徑對待宣權,周瑜用詐為宣權者一舉措 迅速仰召堂上禮組織無紀律的狀況消失無如,正是也欽捨得已有罪進行,換為赤的大致臣,周瑜勸主上不投降造粗 據據都在緩回思考,為主著想,他對宣權曰,造粗名為漢商,實為漢實,將軍以神戶英雄的才略 又憑借負,輕的基業,割據江東,統治的地有幾千里,精兵足夠使用,英雄樂於下力 應當無行天下,為看照聲除蛇惡的擇臣,何況曹操自己前來送死,怎麽可以去迎降 請允許我為將軍分析,這幾方面使用兵的大眼,而曹操都我現行事,將軍假著曹操的時機 正在今天,我徵求律領精兵做惑人,進著下口,保證能為將軍擊破曹操,正因爲周瑜的向上管理的,五位做得無可挑剔 故心受孫薩和孫權兩代主公的信賴和尊重,建阿三年,周瑜和凍棍 孫薩甚至出營,受周瑜建威中郎像,跌撥給他士兵兩千人,戰其五十匹 此外,孫薩華借給周瑜鼓吹陸隊,替周瑜修建住所,上赤之後,無人能比,孫薩華在佛部的命令中越 周公謹洪之英佛,財人絕倫,和我友總國之好,不欲之誠,在旦陽蛇,他律領兵眾,跌撥順兩相在於我 使我能成就大事,論功仇德,跟天一上赤然遠不能回報,他在關鍵時刻給我的支持你,孫薩摘班後,也十分信賴周瑜 據悟書記載,孫薩常想借周瑜,一年到頭能送一百多件衣服,所以,你看到影射極理周瑜的衣著,總是最光鮮亮麗 不要覺得奇怪,史實如寫,建安十五年,突然病出,年營三十六歲,孫薩輕雲後哭得到,公仁有王座之姿 二夜秀令短縮,我還能依賴十五年,又趁至村上送復為周瑜舉開,感動左右,周瑜的寧救運回應君時 孫薩多無胡真凝,各項喪臟費用,除了公家承擔,孫薩清禮後,對公恩悅,如果未有公緊 我四道不上皇帝的,重量內主公的評價流汗,周瑜其人,向上管理的五位做得堪聲完美